在号称长鹰神剑的第二部 有这样一支肩负着特殊使命的部队 别看他们不直接担负发射导弹的任务 但是战略导弹要想腾空而起 直击目标却离不开他们的工程保障 这支部队的官兵常年转战在 祖国的大江南北 以深山为伍与阵地作伴 一代代官兵冒风雪占他方 用智慧和汗水铸造出一个又一个 堪称精品的阵地工程 他们的足迹曾经应刻在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场上 他们的汗水曾经抛洒在 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塔下 在汶川抗震救灾的紧要关头 他们曾大显身手 而作为我国派出的第一支国际维和部队 他们更是首批成建制地跨出国门 开创了中国军队履行国际维和职能的先河 而在当今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要求下 应对多种安全威胁 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历史使命 又赋予了这支部队以新的光荣职责 担负起国防工程建设 战时工程保障和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 三项任务 今天来自这支部队的一批技术骨干 就要在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背景下 展开一场具有这支部队鲜明客色 而又极具挑战性的专业大比拼 展现出二炮工程高手 与众不同的超强技能和他们特有的拼搏意志 中国的超强技能为梦想而战 为梦想而战 为梦想而战 周政委 咱们不是说有两支小分队参赛吗 怎么来了这么多的战友呢 还有女同志 知道你们设置主要来啊 我们全体官兵都积极踊跃的报名参加这个项目 我们平常的训练也是全员额 全要素的参加 所以啊 全体同志都具备了能够参战的这个数目 所以为了公平公正 让每个同志都有这个机会 所以大家都到 由你们来随机抽选 随机抽选 怎么抽选呢 这个带子里面是我们十几支队伍的编号 请你抽出两支来 就是今天的两支参赛队伍 那我先问 战友们 你们能行吗 能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这样吧 我抽的第一支队伍就是红队站在左边 那么我抽出的第二支队伍就是蓝队站在右边 行吗 行 好的 那现在我开始抽了啊 好 教学勤务联 请出列 好 出 下左 蹲 那我再抽一张 机械保障队 请出列 好 蹲 下右蹲 好 现在请红队两队队员赶快准备一下 严峻的考验在等待着你们 比赛 马上 开始 谁是终极英雄的比赛 共设三关 第一关 专业技能比拼 第二关 恶输技能比拼 第三关 实战技能比拼 比赛采用淘汰制 每关过后 成绩最差的一组将被淘汰 三关过后 获胜组将成为终极英雄 观众朋友们 现在的气温是零下11度 这刮了一夜的北风 现在虽然小了很多 但是是实实在在的干冷 就是这样的天气 也挡不住队员们的参赛热情 第一关比赛的科目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很复杂 它对机械操作的熟练程度和技巧 要求很高 有的科目呢 甚至超出了训练大纲的范围 我们的红蓝两队队员 能否经受住考验 顺利的闯过这第一关呢 那我问一下 红队的队长张文彪 你们派哪两位队员上场 二号队员跟五号队员 为什么派他两位上场 因为他俩在这一关当中 对这个机械的操作性能 以及精准度都非常的优秀 韩元 五号 有压力吗 有一点 但是我相信自己 好 那现在我再问一下 蓝队队长雷林鹏 你们派哪两位队员上场 二号队员和五号队员 也是二号和五号 为什么派他两位 因为他们两队对这一关的比赛 的专业非常精通 非常的全 蓝队的二号王朝雷 有信心吗 有 好 五号徐晓东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观众朋友们 双方排出的都是二号和五号 那么到底是红队的二号和五号厉害呢 还是蓝队的二号和五号更胜一筹 一场精彩的龙虎斗即将拉开帷幕 下面我们进行自体切割比赛 每次队伍有队长挑选两名队员参赛 比赛之前各队员做二十个俯活生 然后选择工具 进行自体切割 率先完成的队伍 就为获胜者 别看平时朝夕相处 亲如兄弟 可走上比赛场 那就是谁也不服输 第一关精细切割 不是技术对抗吗 怎么一上场 两个队就开始进行俯卧撑了呀 这可不是评判组故意刁难他们 作为二炮工程部队的官兵 要想完成任务 首先要有强劲的体能座支撑 体能的比拼同样是素质比拼 不可缺少的一环 说来也是巧合 这两个参赛队派出的队员 竟然都是二号和五号 在这里 他们要切割出打仗两个字 不仅要比切割的速度 更要讲究切割的规整程度 这可是对他们平时业务基本功的一次 实际检验 这一边蓝队的二号王朝雷 首先启动沙伦切割刀 朝着打字下手 他的助手五号徐晓东 则全神贯注的对付起杖子 那一边红队的樊恒东和韩元 也分工协作 切割的进展速度也不慢呀 这种在卡板上字体切割 需要横平竖直 拐脚圆润斜脚精准 使用沙伦的力度和角度都必须到位 特别是在今天的同场对抗中 两个队切割的质量和速度都一目了然 这无形中又大大提高了比赛的心理压力 自己每一个疏忽 都会给对手增加获胜的机会 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啊 满头稳住 慢点 不要急 加油 保住都不要急 小心点 快点 自家了 稳住 稳住 此时 蓝队的两个字已经切割完毕 红队似乎也即将大功告成 蓝队的王朝雷与徐晓东 赶快收拾好工具 往回跑 加油 加油 红队的两名队员虽然也是脚跟脚的抬起游击 回到了终点 时间上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但是不管怎么说 作为对抗赛 还是蓝队举起了打胜仗的自排 首战告捷 士气大阵呀 而举起能打仗自排的红队 下一个科目 可要加油啊 下面这个环节将要进行的是蒙眼切割 在施工的时候 有的时候因为条件的限制 官兵们呢 会在微光或者无光的条件下进行精准切割 平常他们在练习的时候 都是闭着眼睛进行练习的 比赛的时候 为了公平提见 我们将要把他们的眼睛蒙上 现在呢 我先来体验一下闭着眼睛切割的感觉 大家看三根钢筋上呢 分别都有三个红色的标志线 这是20厘米 这是15厘米 这是10厘米 我来体验一下闭眼切割 15厘米的感觉 好 发动 我先把它打开 非常沉 干净30斤 好了 我现在开始闭眼睛了 15厘米 大概在这个位置上 好了 差不多 哎呀 差 翻掉了 差很多 确实不容易 刚才我没有整眼啊 刚才 你看我量的是呢 15厘米这里 但这个地方呢 已经是差不多有 20多了 20 28了 到了28这个位置上了 不知道 真正比赛的时候 我们队员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环节的比赛 蒙眼切割 这个环节要求每个队 挑选两名队员进行比赛 每名队员 在蒙穿眼睛的情况下 挑选两种切割工具 对钢心进行切割 每组 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最为精准者胜出 第一关的第二个科目 叫蒙眼剪切 是模拟无光条件下 切割技能的对抗比赛 红队五号韩元 出战蓝队二号 王朝雷 敢打图寸 勇不严败 勇于亮剑 改于亮剑 比赛 开始 猛的一看 这似乎是一场实力对等的比赛 两个人的军衔都是中士 军领差不多 平时的能力素质也不相上下 可在本关比赛中 韩元偏偏憋着一股劲儿 他本着自己的参赛口号 敢打投阵 永不言败 就是要找实力相当的高手来挑战 面对这根15厘米的钢筋 他们要使用点切前 蒙眼找准位置 分三次在不同距离的部位上 剪断钢筋 看来还是韩元挤高一筹啊 先从距离强体最近难度最大的第三根钢筋下手 逐次向上推进 而蓝队的王朝雷 操作顺序正好相反 要知道 这个剪切钳重达20公斤 平时都是两个人操作 在今天的比赛中 他们要在看不见的状态下 一只手抱着剪切钳 另一只手摸准剪切部位 难度可想而知 好 韩元领先完成的剪切 但是质量是不是达标呢 这还得经过现场裁判的经扣细凉 请往里 南队8.5 21.7 17.6 红队10公分的钢筋 剪切长度 11公分 21.5 16.5 16.5 21.5 好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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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感觉热乎了吗 热乎了 好了热了就好 观众朋友们 现在看我身后呢 是一个模拟的狭小空间破拆区域 我们第二个环节呢 将在这里进行 那么说到破拆呢 它是生命救援的重要手段 在救援的过程当中呢 经常会用到 同时呢 也是最危险的 我们在电视上呢 有的时候会看到 小朋友在桌面藏的时候呢 卡在了两栋楼房的墙体中间 卡在墙缝里 出不来 需要救援 另外呢 在之后呢 有的生还的生命呢 被压埋在楼板下 也需要救援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我们的队员 进行精准的破拆 观众朋友们 为了真实的在线救援过程 那么这个环节 我们要求 红蓝两队各派一名队员 进入到这个模拟的狭小空间里面去 红蓝两队同时从两边开始比赛 以最快的速度救出自己的队员 难度相当大 大家看 这墙体呢 是20厘米厚的钢筋水泥结构 我们呢 队员在比赛过程当中呢 如果稍有不慎的话呢 那么切割巨片就可能碎掉 那碎片呢 就可能伤害到他们的队员 另外呢 在切割的过程当中 如果不仔细的话呢 这钢筋水泥的碎片 也可能伤害到队员 要知道我们队员是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设备的 那么究竟他们会表现怎么样呢 让我们瞪大了眼镜 仔细观看 下面我们进行第三个环节的比赛 穿墙救人 本环节要求每队挑选三名队员参加比赛 哪个队用时最短 完成最快 极为本环节胜出 比赛开始 第一关的第三个科目比拼开始了 光听到穿墙救人这四个字 可能就会想象出其中的难度所在 既不能动作过猛 伤及被救人员 也不能速度过慢 而延误救援时间 在这里 制胜的关键不仅在于 精和快 还要强调相互的协作配合 两支参赛队的出场队员 在厚厚的模拟水泥墙前 按照救援程序和分工展开作业 哪个队能最先把本队预先派到 被困环境中的队员救出来 哪个队就获得了这个科目的胜利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 破拆救人的景象 要想在地震后的建筑被墟里 救出幸存者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突破这钢筋水泥的阻挡 需要救援人员 综合运用油锯电动凿破机 手动破拆器和液压破拆工具 采用切割 砖孔 剪切等多种方式 同力协作 共同完成 今天的比赛 虽然只是一个模拟现场 但同样具备灾后救援的 艰巨性 复杂性 现在担任主切割手的是红队伍张文彪 蓝队四号张萌萌 从他们俩操作电动凿破机的背影上 我们看不到他们此时此刻的表情 但是从他们的操作动作上 也不难想象出他们的心理承受的压力 这每一次切割都不是随意进行的 都必须旋转部位 保持间隔 保证深度 还有一旁这位负责打气的队员 也必须要使足力气 确保切割的动力供应 好 一条 两条 三条 两个队几乎同时在水泥墙上 切割出了五条破拆缝 接下来 他们将要使用风钻 进一步扩大破拆的面积 红蓝两队都派出三名队员 开始了最后的突击 从我们在一旁角度来观察 似乎现在还看不大出来 这两个队的进度 谁快谁慢 可没一会儿 相互间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 红队的队长张门彪 举起了手压跳杆 一阵猛打猛钻 一块块水泥板纷纷崩落 破拆口越来越大 而蓝队这边 似乎进展就没那么顺当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 一开始切割的那五个破拆缝 深度不够 尽管张萌萌抱着风钻 一个劲的向里边打 可效果却不大明显 眼看着红队已经全部拆除了水泥缺口 用破拆前剪断钢筋 作为模拟救援对象的 红队的六号王毅 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赶紧找空 想外爬 加上队友们一阵连拉带转 好 红队在这个比评科目中占据了领先之力 看我们红队这个高兴性啊 你看你们这个 拆的这灰尘已经把我们的镜头都给折住了 现在是不是有点 有点模糊了是不是 来来来来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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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 看把我们的这个红队这高兴劲啊 来 刚才呢 谁在里面 谁在里面 我在里面 当你看到你们的队员 一点一点一点的 要把他洞挖大了 你们什么心情 那个时候 已经激动的 不知道该上去动了 这个环节 看来你们是把蓝队给战胜了 是不是啊 是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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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加油 好了 我就看看蓝队的 在红队的欢呼声中 蓝队也开始最后的剪切 就连模拟被困的蓝队五号徐晓东 也迫不及待的伸手相助 尽管在本科目败局已定 但是作为一个实战化训练检验 蓝队不能反途而废 必须反强的坚持到最后 听到人家红队队员欢呼了吗 听到 说明你们在这个环节是落后于他们对吧 是你们三个操作的对吧 是 是 什么原因呢 在最后的时候由于工具出了点问题 钢筋剪钱 钢筋剪切钱 是 但咱们在比赛之前不都让大家检查了吗 对吧 是的 但是在用到的时候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了 那么当时找不到这个螺丝 你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用一个钢筋剪塞到里边去 一个人在这手扶着 一个人在后边操作 哦 用钢筋剪塞到这里面去 然后手还要这样扶着操作 就这么一个环节 导致了你们在这个环节落后 是这样吗 说的 现在宣布 第一关比赛成绩 三个科目 红队综合成绩 19分26秒 蓝队综合成绩 22分14秒 按照比赛规则 蓝队自行淘汰一名队员 雷队长 淘汰是挺难受的 必须有一个队员出局 那刚才我听有几个队员都说可以淘汰自己 那最后你们怎么决定的 二号队员 二号队员 王朝雷 给我个理由 其实我心里想 淘汰谁我心里都不舒服 谁都是我们的机体 都不能淘汰 但是面对 残酷的 一些规则 我们结合我们后面几个前项科目 综合考虑一下 淘汰二号 常雷 我觉得刚才呢 我好像听着你也是自己觉得 还是把你自己淘汰掉 这样对全队有利 是的 为什么 因为在前两关我失误太多 还有第一关的第三个科目 所以说中和三个后面三个的科目来说的话 我在当中起到作用的话 我觉得把我自己淘汰掉还是比较合适 为了以后的几个科目能够赶上去 我相信我们的队友 来 超雷 把你的人民牌摘下来 交给围队长 虽然你不能继续参加比赛了 但是要让你的队友感觉到 你仍然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 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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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成为国家级应急抢险部队中的重要一员 接下来这样进行的是第二关的比拼 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些抢险救援的设备 这是这支部队刚刚配罚不久的 每一件器材都有它独特的功能 那都是做什么的呢 现在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它们的名称和作用 这里展示的是我们一些搜索营救装备 呃 橙色的是我们穿性弹架 黄色的是蚕式弹架 靠近我身边的是卷式弹架 主要是用于不同条件 不同环境下商业的营救 这个呢是我们雷达生命探测仪 它主要是依靠检测人体发出的超声波 产生电场而搜索定位幸存者 这个呢是我们热成像生命探测仪 主要用于呢烟雾或黑暗环境下 它通过热成像原理 可以进行人员和动物的搜索定位 好了 那么刚才呢非常感谢张总工 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 这些器材的名称和功能 那么它们到底在实际的抢险救援过程当中 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那么接下来的比赛我们就可以一目了然 首先我们进行第一个科目 废墟搜索 本科目要求我们每个队选派三名选手参加比赛 要分别使用雷达生命探测仪 可视成像生命探测仪 在废墟范围内搜寻我们场地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可能是人 也可能是动物 我们讲义每个队的比赛时间 可收到的目标数确定每个队的成绩 注意我们每个队搜寻时间不超过五分钟 所有找到的目标有的本常地进行集中清点 如果说第一关比的是切割专业技能的话 那么第二关就具有了强烈的实战色彩 从参赛队员的这身着装就能看出 即将展开的将是一场集技能智能和体能于一体的比拼 在这个与地震废墟完全一样的综合搜救训练场上 红蓝两队将使用雷达探测仪 热成像生命探测仪等多种手段 在规定的五分钟时间内 对人和动物等不同目标进行搜索定位 下面我们开始比赛 红蓝两队分别派出两名队员进入搜索现场 首先在废墟外部使用生命雷达探测仪进行搜索 在这一大片破砖碎石之上 按照雷达回波信号 结合人工目视搜寻 如同大海捞针一般 查找每一个被压埋的生命迹象 好 这几位身穿迷彩服的战士 就是模拟的被困人员 他们必须根据参赛队的搜寻报告 才能走出来 紧接着红蓝两队的参赛队员 手持热成像探测仪 进入了废墟内部 这里的环境更加复杂 不仅室内的能见度很差 而且还人为的设置了烟雾遮掌 周围的残垣断臂呈现出摇摇欲坠的态势 增加了室内的搜寻难度 从目前两个队的比赛进程上看 似乎红队要更快一些 但是他们的搜寻效果究竟如何呢 现在还不得而知 蓝队队员又准确地找到了 隐藏在楼板下的一只鸡和一条狗 而红队二号樊恒东也不负队友希望 用热成像生命探测仪找到了一只鸡 楼梯间里的小狗也被他们发现了 此时红队的搜索已告结束 而蓝队还在废墟里忙活着呢 现在让我们一起盘点一下两个队的战绩吧 蓝队这边一溜九个人两条狗一只鸡 他们的搜索战果相当可观呀 而在红队这边那鸡和狗呢 怎么一只也没有呀 刚才不是眼看着都已经找到了吗 哎呀 这可是红队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 他们虽然找到了鸡和狗 但是没有把他们带出来交给裁判清点 这个战绩一下子就成了零分了 观众朋友们 这是一座模拟即将倒塌的楼房 那么像这样的建筑呢 在灾后的现场到处都是 那一般人进到这样的建筑里面呢 因为眼睛和周围的空间物体呢 会产生一个视觉差 轻则头晕恶心 有药呕吐的感觉 那么重则呢摔倒受伤 更不用说去救助别人了 而我们的官员呢 他们为了在强险救援和施工的时候 顺利的完成任务 平时就要在这样的楼房里 上上下下进进出出 进行上百次的训练 接下来这个环节呢 就在这里进行 下面进行本轮第二个科目 携楼救援 本科目要求我们两个队 和冲选一名队员 执行携楼救援任务 本轮比赛时间25分钟 我们将以每个队救出的人员 和抢救出的每一关的数量 计算每个队的成绩 下面我们开始比赛 在斜楼救援这个科目的比拼中 救援环境设置在 这座半倒塌的楼内 而冒出的这滚滚黑烟 则是模拟楼内 因地震引发的燃气火灾 红蓝两队抽选出来的两名队员 首先领取灭火器材 和穿戴防毒面具 红队担刚的是二号樊恒东 而蓝队则是队长一号 雷林鹏亲自出马 爱冰才会赢 只要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暂时红队 穿戴好防毒面具后 两个人一起跑进楼梯间 蓝队首先找到了模拟救援对象 而红队则开始扑灭房间内的余火 两处明火都被红队的樊恒东扑灭之后 蓝队的雷林鹏提着煤气罐跑下了楼梯 从这组分割的画面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人尽管动作不计一致 但都是在有朝不稳地展开各自的救援 他们俩交替穿行在一个房间 先后背出了一个个被救援者 又提下了一个个煤气罐 按照比赛规则 樊恒东和雷林鹏都扑灭了一处明火 背出了两个人 提下了两个煤气罐 从完成的数量上不相上下 而从时间上则是雷林鹏抢先一步 看来这个科目的比拼又是蓝队获胜 观众朋友们 这里可不是游乐园里的攀岩训练场 这是我们下一个环节的比赛现场 对高层建筑内受困人员实施救援 那待会儿呢 我们的参赛队员呢 将要徒手从这里攀到五层楼的楼顶 进入到里面 把收困人员呢 安全的解救出来 考虑到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太冷了 零下十几度 那么为了安全起见呢 我们给参赛队员都系上了安全绳 那么在这个环节 我们队员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本轮最后一个比赛科目 高楼营救 本科目要求我们两个队 以两种不同的救援方式 解救被困在楼内的两名伤员 第一种采用斜向绳索救援方式 第二种采用一点掉救援方式 要求我们每个队人员上楼 采取盘爬形式 不云不能使用楼梯 我们将以每个队所用时间计算 每个队的比赛成绩 下面我们开始比赛 第二关比拼的最后一个科目是 高楼营救 这可是对两支参赛队 所有队员救援能力的一次整体考核 在这座二十米高的不同楼层上 各有一名伤员等待营救 而进入救援位置 又不能走楼梯 红篮两队各自三名队员 要利用砖缝绳索等不同方式攀爬上楼 而其余四名队员则在楼下完成救援接应 由于两支参赛队同时进行比赛 每一支参赛队又分成多点同步实施交叉进行 因此一时间整个赛场内就呈现出 一种让人眼花缭乱的景象 队员们跑上跑下 拉绳固定忙个不停 让我们这些外行一下子还真看不明白 他们在干什么 现场裁判告诉我们 这两个队的营救行动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使用救生阀 从窗口以调运的方式 营救位于三楼的一名伤员 而后的第二步 再以斜向绳索滑将 营救四楼的一名伤员 现在红篮两队的七名队员 各自进入到营救位置 固定调运被救伤员架起生命通道 一直到楼下对伤员进行搬运 楼道里不时响起队员之间的催促声 一阵忙完之后 赛场形势逐渐明朗 蓝队的第一名被救伤员被调运落地 两名队员抬起来就跑 紧接着蓝队所要营救的最后一名伤员 也开始沿着斜向绳索 安全顺利地抵达地面 而红队才刚刚从窗口 向下调运被救的伤员 这一下子两个队的差距 不就看清楚了吗 蓝队已经把两名伤员 全部搬运到位了 红队的救生阀 才开始向楼上输送 好 红队从斜向绳索上 滑降下来的伤员 也总算平稳安全地落地了 任务完成得很漂亮 但从所用时间上 红队在第二关的比赛中 要想获胜可不大乐观啊 现在我宣布第二关比赛成绩 经过裁判组综合评办 三个科目 红队综合用词 39分20秒 蓝队综合用词 38分48秒 本轮蓝队获胜 根据比赛规则 红队自行淘汰一人 通过裁判的宣判 说我们第二关暂时落后于蓝队 所以说也有一定原因 红队队长张文彪 现在告诉我 你们决定淘汰谁了吗 经过我们小组三两 决定淘汰二号吧 淘汰二号樊宏中 是的 二号樊宏中是咱们红队的副队长 对吧 是的 为什么要淘汰谈谈谈 因为第二关 整体来说是 应该是我们队的强项 为什么会输给了蓝队 主要是队长跟副队长的责任 比较大 也就是说指挥不到位 因为这个规则没办法 只能说 把这个二号队员给他淘汰下去 然后让其他队员更好的 在下一关当中 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把你的人灵牌摘下来 交给队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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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我们也会胜利呢 兄弟们加油 加油 加油 观众朋友们 现在红蓝两队已经准备就绪 终极之战即将打响 这最后一关呢 比的是队员们 对重型机械装备的操作能力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 重型的机械装备 可能就会想到 这一关可能会是大动作体力活 巴山啊 填海啊等等 告诉你 错了 这一关恰恰展现在您面前的 将是精细活的场面 主要考验我们的参赛队员 对这些重型装备的精准的操作能力 比的时候呢 一定要有专心 有耐心 要细心 精准拼字 本科目要求我们两个队 各选派一名队员 担任操作手 操作手要操作高速化解机 从水池中捞取漂浮物块 按照笔画顺序 在前面字板上 拼写一个兵字 所用时间计算 每个队的成绩 下面开始比赛 在前两关的比拼中 红蓝两队各胜一局 第三关的决胜之战 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这一关将主要进行 工程机械装备的操作比拼 红队七号高尾 获得过全军优秀士官人才三等奖 蓝队七号刘正更不含糊 那是获得过全军优秀士官人才二等奖啊 他们分别爬上这体积庞大的挖掘机 却要用这长长的挖掘臂 灵巧的从注水箱里勾起 一个个漂浮模块 再按照笔画顺序 拼出一个冰字 眼看着两具沉重的挖斗 在两名老师官的操作下 一次又一次的勾起 小小的模块 准确的摆在字模底板上 哎呀 蓝队怎么掉了一块 这到最后还得从地上再捡起来 不好 怎么又掉了一块 蓝队连续掉了这么多 等到最后再去捞 那进度不就要大受影响了吗 如此看来 还是红队的高尾 技术更胜一筹 到现在不仅一块也没有掉 而且拼字的进度也大大超前 二炮工程兵操作挖掘机 进行这样的拼字比拼 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游异项目 而是要考验操作手 驾驭工程机械的精准控制能力 目前这种型号的挖掘机是二炮工程部队 平时施工作业和抢险救援中的一种主要破障装备 特别是在洞库 废墟 寒道等狭小空间内作业 对挖斗伸展 绝禁的角度和精度要求很高 挖掘陛下又不能有人指挥 这就全看操作手的牧师手控的功夫了 您看现在的拼字比赛 模块的数量和字形卡槽的尺寸正好是一致的 稍微歪一点就放不进去 间隔要大一点就摆不下 更困难的是 两名参赛队员在操作室里看到地上的字正好是反的 还必须要按笔画摆放 这不是超出一般人的正常习惯了吗 就是面对这样难上加难的考验 高尾和刘正凭借着平时练就的硬功夫 挥动挖斗不断的勾起摆放 显得是那么自如到位 好 红队的高尾勾起了最后一块模板 准确的摆到位置 打功告成 高尾满怀喜悦的跳下挖掘机 一旁的刘正可还有最后两个点没有摆放完呢 再看看蓝队掉了一地的模块 在这个科目中 轰队获胜肯定是毫无争议的 尽管面对失利的可能 刘正并不气馁 继续操作挖斗 一丝不苟的完成最后的字形摆放 完成了兵字的底拼 刘正 冬天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的失误 什么原因呢 由于心情比较紧张 再加上天气的原因 有点冷 失误比较僵硬 所以上去手感不是很好 到这很多失误 亲爱的战友们 经过了几关的激烈比拼之后 本期中级英雄终于产生了 现在请第二炮兵某工程基地训练团 周文华政委 宣布获胜队名单 现在我宣布 本期中级英雄获胜队是红队 队员是 队员是 张文彪 马坤 王毅 樊恒东 韩元 丁啸海 高伟 宣布完毕 好 谢谢周政委 现在请获胜队红队队员上场 请红队队员 在这面中级英雄的旗帜上 签上他们光荣的名字 亲爱的战友们 我们非常欣喜的看到 在这面中级英雄的旗帜上 又增添了我们七位战友的名字 他见证了这支部队 完全的拼搏精神和过硬的军事素质 在祝贺红队队员的同时 我们要感谢蓝队的队员 因为你们的参加 使这次比赛更加的精彩 今后这面旗帜还将跟随着我们设置组 走进全军和武警部队 记录下一场场精彩激烈的比拼 和一个个闪光的名字 敢于有梦 勇于追梦 勤于原梦 为梦想而战 战友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本期《谁是终极英雄》节目 到这儿就圆满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